YO 大家好 是輝日 繼續我們的ToyScript Lesson ToyScript Lesson 上次教了大家怎樣做這個Sign In Page 內容我就教了 今天我們要教什麼就是不幸 我們開始了 首先是功能 當它開始的時候 按Start 接著我們就要在這裡 開一個Lay Lay等於什麼 在這個程式裡面是創造一個Layout 我們都是用V Center的 好 接著我們就要一個Button的選寫 Button的選寫就是BTN BTN等於這個選寫是什麼呢 在Apps裡面加一個Button 那在Button裡面寫什麼 或者可以說 Press Me 接著呢 接著呢 Lay裡面呢 Add這個Charles BTN 那你會看到呢 什麼都沒有 因為呢 你還沒加Lay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程式 不是 這個程式裡面呢 就是 Add一個Lay 在裡面 接著這個Lay 是Lay 那你會看到呢 沒有反應 我上次給大家看那個 是會有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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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錯誤字出來 那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轉一轉 我們要加一個功能給它 那效果要傳一個訊息給這個功能呢 就是要 當它被人觸碰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會傳這個訊息出去 那這個訊息 不用開人 或者關人 好了 我們可以選B1 或者可以選Btn 那 為免 啊 為免呢 第一就是Function 不用打那麼多字 你可以選寫的 好了 在下面 Function Function 加這個Btn 那你就要寫這個訊息 Btn的訊息 然後 對了 然後呢 我們就要 嗯 我們就要在這個App裡面呢 我們就要設置一個 POP UP的 看吧 看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等一下 那我已經找到錯了 應該是 應該是 App 是要show的 我剛剛說 是show這個POP UP出來 那POP UP裡面呢 當然要開 好 不然你要打這個 打什麼呢 這個啦 這個也可以的 按一下之後呢 嗯 這個呢 不可以的 即是一定要加個數字 進去 即是一定要加點火 對啦 找到了 不可以只是打英文的 我笑了 好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增加一部 在這個Sign In Page上面 那我們的Sign In Page呢 是要寫這個BTN啦 等於這個App.Create Button 按鈕就是Login 然後就是BTN 設定他的OnTouch OnTouch就是什麼呢 OnTouch就是BTN1 然後就是 Lay 裡面這個child 這個child我們是BTN的 好 下面的功能就到 這個功能就是BTN1 然後就是App.s 是Show Popup Popup 裡面是404 好了 又或者可以打些什麼呢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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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我們可以再製作一個GoPro 我們就要變一變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變成B1 這個就不用轉了 這個就轉B1 我們先測試一下 可以的 三步做齊 我們就到B2 因為Test和Image是不用的 但Buds行一定要分1,2,3,4 這裏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打大家 隨你喜歡 我們可以教一下它的顏色 是圍什麼 但它只不過是會設定 裡面的字 不是整個按鈕 紅色 裡面的這些字是紅色 然後我們就要B2 B2要做什麼呢 等於 Add set on touch on touch B2 可以直接 接著呢 Lade HR 接著應該是B2 這個功能已經收到聲音 下面那個功能又開聲 今次這個功能是B2 所以我們 這次呢 就像上面那樣 Show 這個 pop up 然後呢 我們就會寫 404 搞定 那你會做 你會做越多的按鈕 你就會發現 一個是會給一個這麼大的 好 我們試試吧 例如是輝 你試試吧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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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寫 UserName 和Password 是Wrong 嗯 什麼事 又不可以啊 又不可以啊 對 一定要多過三粒子 再來一次 好 好 接著呢 我們 就這樣寫 然後呢 然後呢 功夫呢 是404 那我們可以避免一下GoPro 有些什麼 不是那些人 就不會吸引你去GoPro 那所以呢 我們在下面呢 加一個文章 這個文章呢 就是寫 接著 有些什麼 你可以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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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欠一個sign up註冊 我要下課教這個notification 就是會有這個 就會震動 然後上面會彈一些訊息出來 就是這樣 好了 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Bye Saiyuananana